第1隻精選港股是舊倉置業1997 舊倉置業有超過九成的收入來自香港 當中為人熟悉的 尖沙咀海港城商場連寫字樓及酒店大型建築群 以及銅鑼灣時代廣場商場連兩座寫字樓 另外有中環寫字樓及酒店等 九倉和本地收租股一樣 受累於新冠疫情衍生的嚴格防疫措施 加上香港寫字樓供應由今年起至2026年進入供應的高峰期 令寧售物業及寫字樓物業的租金受壓力 不過根據國際商業房地產服務機構高曆 上星期三發表的報告顯示 香港寫字樓的剩下納納量 在今年第三季出現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顯著回升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在上月23日宣布放寬防疫措施 去到零加三安排 亦有望令到訪港旅客人數回升 並利好本地零售及收租零售股的零售物業租金表現 花旗認為鑑於香港此意轉向與病毒共存策略 相信香港零售銷售最壞時刻已過 但花旗預計內地與香港通關可能會推遲到2023年 而香港奢侈品銷售業務相關的香港地產股 以九倉是最多的 九倉投資物業租金收入在今年會指跌回升 帶動每股分泰持續增長 由九倉公布中期業績以來 券商所給予的目標價平均大約是40.2元 策略上公司現價估值未反映復甦因素 讀者不妨以36元以下買入 初步看券商平均目標價是40.2元 指洩位是33元 另一隻推介港股是中電信7.28元 在大事表現欠佳和處於加息週期之際 中電信明年的股息率有望達到9厘 兼具增長動力成為防守之選 今年上半年中電信資本開支 按年上升54%至417億 以至自由現金流按年下跌46%至145億人民幣 但公司在重視股東回報下 說今年第一次派發中期息0.12元 派息率達到60% 根據公司計劃 派息比率將會在2023年提升到70% 根據旁鋪綜合券商預測 總電信2022至2023年 股息率分別達到7.6%和9% 公司管理層說正內部研究回購H股的可能性 如果回購成市有望進一步提升股東總回報 策略上建議在2個8.5元買入 目標看3.2 2個6.5元就要止虧了